日本海上自卫队两艘合机排水量超过万吨的战舰,8月21日出现在俄罗斯的家门口,波罗地海。 俄罗斯新闻社报道称,北约新闻处发布信息,北约第一海上小组与正在波罗地海的日本海自舰艇编队进行了联合演习。 这时日本战舰在二战后首次抵禁俄罗斯欧洲部分海域,上一次海自军舰出现在波罗地海还是在整整五年前,而且那次也只是在波兰港口外,与波军舰举行了联合训练。 海自两艘战舰出现在波罗地海,北约新闻处的信息显示,日本海自的两艘军舰分别为高波急驱逐舰卷波号112,满载排水量6300吨,陆导号训练舰3508,满载排水量5400吨。 从这样的舰艇搭配可以看出,海自此次远赴波罗地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远洋航行训练,而是有意识地对大批未来海自军官进行定想培养。 陆导号训练舰,隶属日本海自联袭舰队,常驻横须赴军港,是海自卫自卫舰队培养军官的重要训练舰,卷波号驱逐舰装备,32个垂直发射单元,可发射海麻雀防空导弹和反潜导弹。 该型舰为典型反潜驱逐舰,同时装备由主被动舰手声纳,被动式拖曳阵列声纳,以及SH-60J每K反潜直升机,在太平洋、高波及驱逐舰梅哨,跟俄海军击落及潜艇,和潜艇过招,卷波号驱逐舰与SH-60J每K直升机进行协同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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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